北京时间11月7号2012年U19男足亚青赛在阿联酋结束了小组赛第三轮的争夺 中国国庆队在提前出局的情况下 0比1不敌韩国国庆小组赛三连败垫底出局 本场比赛开始之前 中国队两战接负一分未得排名小组最后一名 韩国队此前两战一胜一平积四分 这场比赛韩国队只需要占平中国队就可以出现 而中国队则迎来荣誉之战 本场比赛中国国庆获得了两次单刀的机会 第九分钟中国队中场送出直塞球 吴兴涵拿球形成单刀 他在防守队员的低抢下起脚 结果皮球被门将挡了一下之后 韩国队后卫将球解围 第七十七分钟中国队快速反击 罗森文中路分球 王新辉获得单刀球机会 但是他的射门被门将打出 中国队边路再次沉入禁区 王新辉投球被门将没收 第八十分钟韩国队打破僵局 中国队后防线失误 韩国球员文场真 逼射破门 一比零的比分也保持到了最后 中国国庆告别了本次亚青赛 就最后是 之前的 Gun 冷 驰 4